好 韋航宣傳進入倒數95天 陳文總統今天依照國慶演講 強調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好的 我們今年國慶的這個 總統講稿的主旨是 自信沉穩國家前進 讓世界因台灣更好 好 這個主旨就在於台灣的全球戰略地位 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有那個地位 但是從現在疫情後的時代 國際雖然有非常多的這個 局勢緊張之處 但是台灣有它的價值 台灣可以站得住腳 好 那接下來是它的整體的佈局 我們來談一下 過去我們在幫總統寫稿的時候 每一個寫稿的文稿 他都會有一個心中認為的重要事序 雖然大的格局 統統大家基本上你稿的人都會帶到 可是什麼放在最前面呢 往往是大家丟上去之後 總統做最後的敲定 那今年呢 總統擺在最前面的是前進國照 代表這一個議題啊 他自己心中也認為很重要 也是他今年度的關鍵政績 而且他直接壓了一個時間點 2025年正式服役 他直接時間點都壓下去了 即便我們現在說港測海測都還沒有測 但是他的時間壓下去 希望在一年內有好的結果 好那接下來當然有很多 是根據公教相關的繼續去談 那他下面的第二趴重點其實在於居住正義的部分 他一樣放了非常大的一個趴 而且特別提到了個人他說遇到了一位 一對來自桃園的夫妻是包租代管的 也就是說他認為這是他的一個重點的政見的成就 他在這邊特別把他框出來來呈現 那下面呢也提到了能源政策 他認為這個東西啊重要性是基於第三的 簡單來說過去在蔡英文執政的中段 大家一直都在懷疑台灣的備載能量啊 這個是不是真的已經這個到了極限了 已經快要不夠了 不過隨著今年夏天看來到目前為止算是安然度過 大概也凸顯了他的這個相關的能源政策 基本上還算是可靠的 好那再來底下就是經濟成長的部分 那在這最後面他特別提到了 和平是兩岸的唯一選項以維持現狀 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就是 確保和平的關鍵之要 不要忘了昨天晚上跳出來 韓國瑜就來講定海神針 九二共識 但是蔡英文呢 他認為他的關鍵之要等同於定海神針 就是維持現狀 也就是說蔡英文就明確的拉出一條 維持現狀就是我們現在立足的一個根本點 那他後面的整個部分都在鋪陳 就是和平是唯一選項的這一個相關論述 那這樣的論述當然會延伸到總統的選舉 也就是說國民黨或者是其他在野黨 進攻民進黨一定都是打兵凶戰危 而民進黨呢在打抗中保台之餘 也知道不能把抗中保台打成實質的軍事衝突 所以民進黨還是拉出一條和平的這個線 那當然他也知道自己任期將近 所以他最後面的收尾是提到 明年520他的任期就會停了 但是國家要繼續前進 不只要給世界更好的台灣 更要讓世界以民主台灣而更好 好蔡英文講了這一番話 那當然我們看了格局跟過往差不了太多 中華民國出現的次數 台灣這兩個字出現的次數 公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等等的這些詞 他出現的這種比例都跟過去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認為蔡英文的最後一次的國慶講稿 基本上就是四平八穩 然而呢這一次的國慶仍然有非常多的話題 首先在事前啊 欸這個蔡英文就紛紛表述說 可能不去參加國慶 當然今天柯文哲還是到場 那當然宋楚瑜主席啦 史臺利亞王王一主席也都到場了 但是其他兩咖呢 郭台銘跑到台北市去升級 他在台北市政府前面升級的 好那當然郭台銘可能選這個點是 一如他選擇夜市都選離家近的 比較怪到 那再來就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昨天晚上出大事了 出了什麼大事呢 原本說10月15 後來改到10月11 又改到10月9號 就是韓國瑜提前衝出來了 韓國瑜說了 欸四年擴別 老友相見見誰呢 柯主席柯文哲 好這一張丟出來 整個泛男陣營都震動了 這個傳說中最巨大的統哭 終於要哭下來了 好那重點在於說 統哭不是一個人 人人都是統哭 把改變的力量團結起來啊 他這個統子非常特別 只有統哭沒有統變的 好但是不管怎麼樣 韓國瑜現在站出來 他在國慶的前一天丟出這一個 我們來主導由我來主導 由我來推動菲律的整合 好他出了這個題目 今天大家立刻走就是 所有身體點 大家都去問嘛 賭麥嗎 欸你要不要跟他整合啊 要不要有韓國瑜整合啊 好為了避免出事 所以在他這邊文章的下面 就已經可以看到 三位總統候選人都有留言 柯文哲大家留言8000多讚 後來也說講了正面的話 也是有三四千讚 我看到實話 郭台銘也是有非常多的讚 大家都講一些不傷人 冠冕堂皇的話 為這個整合保留了空間 所以邱毅啊 菲律整合大師 他立刻要說 柯華瑞敦登場啊 表面兩個老有茶序啊 但是呢帶來卻是 大家對菲律整合的期待 他說茶序原本要在10月7號 還更早欸 比大家講的更早 意思是說 我比各位還要提早掌握 這個反而是拖到的 反而因為某些國民黨內的壓力 有人在作梗啦 這個就是實際上 非常多人想要營造的就是 目前正在阻撓菲律整合的 就是國民黨中央 因此朱立倫針對這一種叫板 他立刻就丟出一個訊息 今天10月10號下午 就要見韓國瑜 邀請韓國瑜出任國民黨的副主席 目前國民黨有三個副主席 黃敏慧 連勝文還有夏立衍 那這三咖當然都遠遠比不上 韓國瑜的重要性 那韓國瑜這個時候進來呢 顯然他就是一個選戰督軍的角色 接下來國民黨的選戰 就要以韓國瑜為主嗎 這個問題丟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想像空間嘛 不管韓國瑜接是不接 他要掌握主動性 首先他一定要握有黨權 也就是說韓國瑜要去哭 同哭去哭所有人 他要有話事的權利 他如果沒有話事的權利 他今天去談人家講你憑什麼談嘛 那朱立倫立刻就給他說 好那你來當副主席 你跳下來玩 這個是最好的 那不過犯話的立刻就有來說了 就是像這些就是乾脆就叫韓國瑜下來啦 由柯文哲推薦韓國瑜去當副總統候選人 這個柯韓佩是泛男戰力最大化 直接就把侯韓給架空出去了 看起來好 所以這張照片是有人想要帶風向柯韓佩喔 這個必須要說就是這樣講出來 總是會有些人心癢癢 這個東西出來嘛 總是會有點人心癢癢的地方 但是呢重點就在於說 其他各方該如何抽招 該如何跟他對招 那當然國民黨如果夠強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沒有人可以見縫插針 即便他是定台神針也插不進去 可能問題現在國民黨就是弱 我們來看引起軒南大坡的這一隻 這個叫羊駝 這個動物中國俗稱草泥馬 今天在國民黨 就國民黨這批人今天不參加國慶的慶典啦 然後跑去新北市摸草泥馬 這個我必須要說啊 這一幕震撼中外媒體 而且外國有人啊 外國媒體說 這他採訪政治場合裡面 碰過最神奇的一幕 也就是說不知道為什麼 神奇典禮需要有這種羊駝草泥馬 出現在這邊 搶盡眾人風頭 眾人爭相安撫之外 他說外國記者看到說 在這一幕畫面的後面啊 所有人摸完草泥馬 還一起共同起舞 跳一些奇怪的帶動唱 也就是說 欸國民黨這四個政治咖 智商勘慮欸 這個 他們很需要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只能說齁 你知道現在在台灣失智提遲 其實年齡提早化 失智並不一定是老人專利 有些早發性的失智50歲就會發生 60歲就會發生 國民黨後面這幾個 我覺得都可以檢測一下 有沒有早發性失智 不過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大家都有提出證件 就是那個取消八四兩表 所以現在問題不大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所有總統候選人會一起支持 相關政策的推動 好回來這一幕啊 這個就是國民黨歷來 操作新聞的一大問題 理論上這一場是什麼 是要跟民進黨的總統府前面對抗 他如果要贏應該有這個虧 但是這個活動結束之後 大家只記得這一支 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根本不重要 到底有誰到場根本不重要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不要忘了823的那個金門議會 大家都只記得後遺的那個 蛤什麼 對於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根本沒有任何人有印象 所以我說這幾個智商勘率嘛 蔡英文今天演講洋洋傻傻 一般的英粉就只記得他說 我的任期將會停在520 但是國家要繼續前進 但是國民黨在摸草泥馬 我已經把Google關鍵字通通都講完了 這就是今天的畫面 大輸我們的故事 我再補充幾點 像國民黨的熱場 當然民進黨的現場 大家也會去注意 到底誰有坐在位置上 誰沒坐在位置上 誰的表情怎麼樣 國民黨的這一場 是不是會受到嚴格檢視 還是會有 比如說在這隻 羊駝草泥馬 之前大家有唱國歌的這一幕 唱國歌的時候大家就會注意 誰有認真唱 誰沒認真唱 最認真的當然是我們馬前總統 這個全台灣最熱愛唱國歌的男人 好他有認真唱之外 有記者發現朱立倫唱的嘴巴動作很小 侯爾宜斷斷續續好像已經忘了怎麼唱 更嚴重的是葉原資完全沒有唱 全部都被抓到了 那當然啦 這一項這個新聞的重要性 會比其他所有新聞都來得高 即便是要給韓國瑜副主席的這一條 也被往下壓 好當國民黨認為 心中認為的正事 完全是進不了大家了 錄不了大家一眼 大家只會看到國民黨的這些鳥事 我只能說就是 選舉其實投的就是 講白就嘴臉 就這些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嘴臉 百姓看的開不開心 就是你們希望明年國慶這樣演嘛 各位觀眾朋友 假設明年 洪友宜當家 然後就再把草泥馬搬到台上 然後再摸一次給大家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我們要按下小鈴鐺 好龐鐺 是的 我們要看 小鈴鐺